那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就是 我們南國的畢東之旅 畢東 是這種畢東 舒服 又到泡溫泉的季節了 沒錯 我們來到這屏東縣車城的一個地方 四重溪溫泉 那現在也正好是溫泉季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季節就是要來泡溫泉 現在涼涼的感覺 對 你有沒有覺得來到這個地方 好像來到日本一樣 看到這個娃娃樹非常可愛 過去台灣在早期三四十年前 有四大名堂 一個是陽明山北投 台南的關宅嶺 跟屏東車城的四重溪 就這邊 那這邊的溫泉又比較特殊的是 它是碳酸溫泉 而且原汁出來 我們所在地的溫泉 四重溪溫泉公園 它的原汁特別的溫度非常高 我們還要降溫 它底下抽起來就是 五十幾度的那個 所以它那個泉池是水 是非常好的 非常天然 對 而且是沒有味道的 碳酸清辣 碳酸清辣 最重要的它還可以身影 可以身影 四重溪溫泉在日治時期就已經發跡 近年來在屏東縣政府的努力之下 推動四重溪溫泉祭活動 大膽一大亮燈飾布置溫泉公園 百年溫泉在一夕之間華麗轉身 成為網美打卡的熱門景點 而公園內也有美味的泡腳池 我們趕緊也來放鬆一下 夏令哪一個溫泉不屬於台灣四大名湯 A 陽明山 B 北陀 C 四重溪 就是這裡 D 紅葉 E 關子嶺 怎麼這麼多 那其中不屬於台灣四大名湯的 早期啦 好 那年代所區隔的 現場你剛剛講的 我全部都有仔細聽 真的喔 所以我一聽就知道答案了 好 我的答案是D 好 那個紅 什麼 D是紅葉 紅葉 對 因為我沒聽到 我記得他沒有講紅葉這個 你呢 我以前有想到不是紅葉燒棒隊嗎 對 紅葉燒棒隊 紅葉燒棒隊 是溫泉 打棒球 是棒球 我也選D 因為溫泉裡面我全部都去過了 我就知道我沒有聽過紅葉 三個都答對了 Yeah 三個好厲害 看你們歷時地理念的 還不錯喔 每年11月開跑的是重新溫泉季 不僅可以享受清爽又溫暖的全職 更有許多熱鬧有趣的活動可以參加 而平線也寄出了許多消費優惠 絕對是必動之旅的第一首選啦